还记得总统日前抛出的祖国论吗 就年纪来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绝对不可能 成为中华民国人民的祖国 尽管前总统马英九不认同 但根据TVBS民调支持度 毕竟六成不支持的仅二成六 独派的很多人还是对于赖总统 对于国家的历史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是有意见的 所以我要请问院长 就是说你们如何去处理 这个深绿独派的反弹 身为中华民国台湾的总统 取的就是国家跟人民的最大公约数 不过国人似乎也心知肚明 未来两岸关系依旧差不多 过去没意见的有4% 认为变差变好的近1% 至于总统的国庆演说 我们捍卫国家主权的决心不变 满意度四成九 但不满意的也有四成一 这或许也跟总统的满意度有关系 看看总统就职满五个月 满意度又比百日掉了3% 信任度及施政信心也都微幅下滑 至于卓泰部分不满意度维持在34% 但满意度少了3% 另外卓内阁的不满意度更是高于满意度7个百分点 会是因为有些不会连自己人都不买单 委员方案这个我不晓得那个过程 但我所知道的是 其实四个方案都在讨论当中 这个拜托你回去了解好不好 高铁南业方案为何高雄方案起死回生 陈世凯的不了解只能靠卓院长作员 院长比部长还了解 请部长要回去加油了 至深加油透露的可能也是自家人的无奈 七夕学新闻李国正气宽柔台湾报道